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钟慶荣 电影《后进王健民》 在第34届洛杉矶亚太影展上 获观众票选最佳纪录片 该片记录了台湾之光 棒球手王健民的励志故事 影片将在近日在南加州上映 后进王健民 由加拿大及台湾导演 陈维扬指导拍摄 真实地记录了近三年来 旅美棒球手王健民 在球场上和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该片打入了美国两大院线系统 AMC和RIGO 并将在10月19号起 在南加州以及各大城市上映 第一波开幕的除了洛杉矶和城县之外 还有华府和休斯顿 本片在洛杉矶亚太影展 一举夺得了观众票选最佳纪录片 并且入选了今年奥兰多影展 圣地雅歌以及温哥华亚洲电影节 建民的故事就是 其实它的focus是 从羊鸡队后面 到就是去年 因为其实建民在纽约是最有名 但是他受伤的时候 后面还是努力地要投 因为他的梦想就是 他不会give up 他的梦想是一直拼命地在大柠檬丢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被受伤的时候就没有看他的表现 都不知道建民去哪儿 所以我们让你看他的努力在小柠檬大柠檬一直pursue他的这个dream是很inspiring 所以他的这个lesson就是meaning of the movie是让小孩让adultsnever give up come out pursue your dream and enjoy life 这部纪录片从2014年开始拍摄 今年5月开跑美国各地营展 场场爆满 观众也一致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在洛杉矶亚太影展上的首映时 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感动落泪 其实片名中的late life 是棒球术语 指的是球在进入捕手手套之前的伪劲 也意味着王建民在职业生涯的尾端 仍然希望能够利用深卡球的尾劲 坚持自己想走的路 相信曙光一定会出现 影片在蒙特利公园市的MC Atlantic Times Square 以及阿汉巴拉市的Edwards West Covina Stadium 18放映 呈现则是Edwards West Part 8 Irvine 以及Rigola Habra Stadium 16 应期至少一周 欢迎民众先来观看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